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詩詩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Jeffrey A. Tucker 的讚文 信譽編譯 日前 大批用戶在X平台上滾動他們的動態信息流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名為空間 Space 的連天室發出的活動通知 這是一個可能有很多人參與的實時聊天 由SpaceX太空探索技術公司行政總裁 X平台擁有人馬斯克在主持和暢談 從原層面上說 整個活動是很吸引人 屏眾和參與者大概只有一萬人左右 據我所知 這個不是事先安排好 它就是這樣發生 同樣 這個有點像請馬斯克來家喝酒 只不過有一萬人在客廳裡旁觀 馬斯克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 日間的每半小時 可能都是提前計劃好的 他要粗心的時候幾乎比任何人都多 他有很多公司和利益集團 管理著二萬五千多名員工 負責著數千億美元估值的資產 馬斯克有一種特殊的感召力 作為公眾人物 他感到自己確實有責任和公眾打交道 並以普通人的身份和公眾接觸 馬斯克說話不用用稿或提示器 而是用大眾都聽得明白的平實語言 當然 也好像大多數人一樣 不時會說幾句粗口 如果他有不明白的地方 他會大方地說出來 如果他不能說的話 他也會具實相告 但是在其他所有問題上 從他看過的書 到對未來的預測 他都是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大家不敢發問 為什麼政府、工業、媒體 和學術界的其他領導人不這樣做呢? 他們完全可以做得到 他們現在就可以這樣做 打開一個應用程式 點擊直播 添加一個標題 然後看著一千上萬的人突然出現 你可以和普羅大眾對話 對話人可能是美國總統拜登 微軟創辦人蓋茨 世界經濟論壇發起人斯瓦布 前白宮首席醫學顧問福奇 也可能是任何一家大學的校長 各大報紙的主編 或地球上的任何其他人 為什麼只有馬斯克一個人這樣做呢? 其他人呢? 大家現在都生活在一個技術民主化的時代 在這個世界裡 這個時代那些總是被吹捧的領導者 究竟躲在哪裡呢? 馬斯克不忙嗎? 這個並不是因為和公眾交流 不在日程安排之內 馬斯克也可以這樣說 也不可能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操作 通過X應用程式 任何智能手機都能輕鬆完成拍攝 不需要工作室或任何特殊設備 他們為什麼對此敬而遠之呢? 我認為背後的理由是 這些人的冷漠遮掩他們的恐懼 他們不想被迫問 他們無法忍受和普通人打交道 他們認為普通人不配和他們平等交流 不值得他們花時間和公眾打交道 他們認為普通人很愚蠢 和他們的生活計劃沒有特別大的關係 因此他們在各方面都令自己高高在上 這些包括在住屋、出行方式、社交圈、信仰體系 和其他各個方面 他們是社會精英、是內部人士、是成功人士 而普通人士就被排除在外 並且只會為成功人士帶來威脅 至少普通人是令人討厭 他們的身份只是讀者、用戶、作家 和普通工人等 精英人士不想和普通人扯上任何關係 無論如何 普羅大眾都無法和蓋茨或福奇等權貴進行對話 他們整個生活結構就是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 在一個民主的平台上談論任何事 似乎都是一種詛咒 這些社會精英絕對不會這樣做 他們已經將自己視為與世隔絕的人 囤積著自己的權力、知識和美德 並努力確保自己和公眾之間的這部場 永遠不會被攻破 這些都是幻覺的一部分 目的是令我們這些普通人相信 有錢人和權貴確實是擁有特殊權利的特殊人群 如果他們降低到我們的水平和我們對話 這種幻覺就會破滅 所以他們絕對不想沒有這個險 但事實並非如此 有錢人和權貴和我們普通人一樣 吃喝拉撒、喜怒哀樂 面臨著我們所面臨的所有麻煩 或者不是經濟上的麻煩 但是其他麻煩也可能同樣嚴重 他們並不是超人 而經常記住這一點很有好處 他們從事的政治、製藥、科技和其他領域 也不是常人高不可攀、無法理解的神奇領域 這些都是人類的事業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 也會受到人類缺陷的影響 他們希望我們不敢認為 並尊重他們的專業知識 但是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例如 X平台為政治辯論創造了完美的技術 當然 當佛羅里達州州長迪桑提斯 也試圖通過X平台來宣布他要參加總統大選時 X平台崩潰 但這是因為技術還未準備好這麼快擴展 而現在X平台在技術上已經準備好 這就是新技術 同樣申請的是 我們所謂的上層人士 要使用這項技術 和我們普通平民進行互動交流 公眾已經準備好 願意傾聽世界上所有名人發出的聲音 尤其是政客發出的政見 但種種跡象表明 這些社會精英似乎有意迴避這個顯而意見 和民眾溝通的方式 一個人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他必須完全不可接近 尤其是當他的成功對普羅大眾的生活 產生巨大影響 這些聲音在社交直播平台上的缺失 已經變得太明顯 以至於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本質而言 社會精英和普羅大眾是平等 不分高低季節 社會精英應該放低身段 和普通民眾一樣使用現代科技 當然 他們乘坐包機或私人飛機 而我們坐的是商用飛機 但是我們也具有相同的交流方式 如果給錢能夠開啟平等交流 這樣將會是社會的大幸 今次的《紳士國慶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二位 大きな 兎兴 感谢观看